大家好,欢迎回到晚风汉语,我是Mia 今天带大家看一个新的联动 是奶茶和中国的一个动物园 南京红山动物园的联动 非常特别 我们来看一看吧 这家奶茶店叫喜茶 是中国很大的一家连锁奶茶店 好,这次的饮品叫小奶末 下面杯子上是红山动物园里 三种最有人气的动物 烤拉,卡皮巴拉和白面森面猴 为什么他们这么走红 我来告诉你吧 好,现在我先给大家看一看杯子 这是白面森面猴 有些人觉得他的长相炸裂 有些人觉得可爱 所以在网上 大家常常讨论他的长相 这是卡皮巴拉 人气很高 还有我们的烤拉 大家也非常喜欢 卡皮巴拉 为什么这么有人气 因为它是一种非常平静的动物 有些游客会摸摸它 或者在它的头上放橘子 它都不会生气 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很平静 有松弛感 中国现在年轻人压力很大 大家都非常喜欢 卡皮巴拉身上的这种松弛感 烤拉也是非常松弛的一种动物 白天它常常在睡觉休息 在红山动物园 早上给烤拉称体重 是游客们非常喜欢看的一个项目 好 那我们再尝尝奶茶 味道怎么样 这是一款茉莉绿茶和牛奶做的奶茶 这种搭配 在中国很常见 很多牌子都有这种茉莉加奶茶 我觉得这杯茶味挺重的 有一点点苦的味道 奶味会淡一点 如果你喜欢茶味重 可以试一试 这杯小奶磨 那在你们那儿 哪些动物最近人气很高 大家都很喜欢呢 请留言告诉我吧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这里是晚风汉语 我是Mia 别忘了点赞 关注 你还可以看看 我频道里的其他视频 拜拜